Hello大家好,我是比利白 那滑雪安全对每一个滑雪者来说都至关重要 为此国际雪莲FS专门有10条安全守则 需要我们每位滑雪者去遵守 今天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个人经验 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10条安全守则 希望每个人都能保证尊重他人快乐安全的滑雪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两位特别的来宾 两位日本滑雪教练朋友 Whiskey和Koya Shaw 现在来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Hi, my name is Yusuke I'm working in Niseko Skiko Qualifier Snow Sports as well as in New Zealand I'm working as a ski examiner And today I'm very excited to share with you guys our experience 大家好,我是Koya Shaw 我是一在20个短板的滑雪教练 那么FS10条安全守则中第一条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位滑雪者互相尊重 我们单板和双板之间要互相尊重 第一条,互相尊重 无论单板还是双板滑雪者都应互相尊重 不侵犯或危害他人的安全 滑雪者不仅要对自己的滑雪行为负责 也要对其滑雪装备负责 当使用租借装备时 应选择适合自己滑雪水平的器材 第二条,控制速度 滑雪者在滑雪时应处于可控的状态 根据不同的地形、雪框、天气和雪道上的人流量 控制自己的滑行速度和状态 滑行速度够快 失去对雪板的控制或处于视线盲区 往往是导致碰撞的原因 滑行时请确保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做动作 当在拥挤或视线受阻的雪道滑行时 应减速通过 特别是在看不清下方情况的陡坡入口 雪道的尽头和缆车附近都应小心减速 第三条,选择路线 后方的滑雪者必须确保 其行进路线不对前方滑雪者造成危险 无论是单板还是双板滑雪 都是自由度很高的体育运动 滑雪者的行进路线很随机 也因个人喜好决定 自由自在的滑行是滑雪的乐趣 正因如此 我们要遵守相应的路线选择基本原则 前方滑雪者拥有优先权 同样行进方向上的后方滑雪者 应与前方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以便其有充足的空间自由进行滑雪 第四条,超越 在滑雪运动中超越是常见且自由的 后方滑雪者可以自由以任何方向超过前方滑雪者 被超越的滑雪者可能自主或被迫做出反应动作 因此必须留给被超越的滑雪者足够的空间 后方滑雪者需对超越行为负责 且不对前方造成影响和困扰 直到超越行为的结束 即使前方滑雪者处于静止状态 这条原则依旧适用 第五条,进入雪道,启动滑行和上坡 雪道的河流或滑雪者的停止在启动 往往容易导致事故发生 当进入雪道,停止后再启动或上坡移动前 滑雪者必须观察雪道上的情况 以免给自己和他人造成危险 当滑雪者从静止状态再启动 即使速度很慢,后方的滑雪者也应对其避让 随着单双板刻滑卡冰技术的发展和流行 部分滑雪者在过弯完成阶段会做出回山动作 这一向上的动作与正常向下滑行的滑雪者路线冲突 因此采用回山动作的滑雪者必须确保 不会影响或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正常滑行与安全 第六条,在雪道上停止 如需在宽阔的雪道上停留 滑雪者应确保自己在雪道的两侧 除非必要,不应在狭窄的雪道或后方视线易受阻的区域停留 当在这类区域摔倒时 滑雪者应尽快移动,让雪道得以正常通行 第七条,拖板行进 当滑雪者拖板在雪道上下行走时 必须在雪道两侧通行 拖板在雪道当中行走 会给正常行进的滑雪者造成意外危险 行走的脚印也会破坏雪道的平整,造成危险 第八条,尊重标识 滑雪者应尊重滑雪场的标识和告示 雪道的难易程度根据坡度从难之翼 分别为黑、红、蓝或绿 滑雪者可自由选择其想滑行的雪道 雪道上有提供方向指引、警示危险 标注开放与否的标识 当提示关闭或警示危险时 滑雪者必须认真观察且遵守 第九条,互相帮助 发生事故时,每位滑雪者都有义务互相帮助 这是滑雪的基本原则 当事故发生时,应及时对伤者急救 通知相关救援人员与机构 且在事故发生地做警示标志 警告其他滑雪者前方有事故发生 同时,国际雪莲呼吁严惩滑雪碰胀事故后的逃逸行为 第十条,确认身份 事故相关人员和目击者 无论对事故是否有责任 都应当交换姓名与联络方式 目击者对于后期还原事故现场的报告很重要 因此每名现场人员都应尽到作为目击者的责任与义务 同时,救援人员和警方的调查报告与视频照片记录 也是判定事故中责任的依据 安全滑雪很重要 FIS这十条安全守则,大家都记住了吗? 希望大家都能遵守这些安全守则 尊重他人,保护自己 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雪季 我是笔地白 我是Yusuke 我是Koya 更多有趣的滑雪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